FANTASY 讓粉絲苦等七年的冬余哲 首場大型演唱會 FANTASY終於在日前圓滿落幕 籌備多時的小冬和阿哲 這天的演唱會上 終於可以大展歌喉 不知道正在後台準備了兩人 心情是怎麼樣的呢 我們終於開了我們首場大型演唱會 FANTASY FANTASY演唱會 心情怎麼樣 心情怎麼樣 說實在啦還蠻感動 感動 興奮 很興奮 因為其實不只是我們等七年啦 粉絲朋友也等了七年的時間 那這七年以來我們都很努力 創造很多奇蹟的出現 沒想到今天呢就是一個非常 不可思議的奇蹟 然後也實現了 所以我希望待會的這個演說就 順順利利 一定要成功 等一下就要表演了 我們現在就要出去準備囉 好 OK See you See you later 過許七年 東瑜者面對不同的波折 很感謝歌迷朋友 一直陪伴與支持 讓他們能夠繼續走下去 FANTASY演唱會上 還邀請了光良 和鬼鬼吳映傑 為演唱會做嘉賓 為正常演唱會的熱鬧氣氛 添加了不少 喜歡就用孤活動第一眾侵造成功所以 現在才能賺烈的活動 如果並沒有儒然 我們跟這個 badge 在两人准备线上下一首歌曲的时候 忽然间身后的大荫幕 插播了一段视频 两人回头一看才发现 是歌迷为冬鱼哲准备的惊喜 这个惊喜让冬鱼哲非常的感动 还在台上哭了起来呢 他当然会有现场的感觉 对对 真的很感谢 如果有下辈子 你也会感谢 我最想要求我心里的惊喜 可以让我去向我爸妈正名 因为我从小就不是一个成绩很好 撒不出热度的人 我就是那种 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玩 从来没有一项东西 可以证明给我爸妈看 今天我证明了给他们看 我做了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爸对你这么快 冬鱼哲还在台上大秀身材 让粉丝饱享免福 在演唱会结束后 冬鱼哲见粉丝迟迟不愿离开 便跑上舞台和粉丝道谢 不知道最后 他们还有什么话 想要对粉丝们说呢 时光过得非常快 对 然后这样就结束了 那当然很舍不得 就是离开我们的大舞台 对因为这是我们设计了一段时间 然后去精心去安排整个表演的部分 真的没想到 就那几个小时就结束了 对非常不舍 但是现在心情也还蛮空的 现在心情就觉得说 不知道耶 内心的感受还是觉得要谢谢很多人 对要感谢很多人 很多人的能力 很多人的帮忙 我们才可以做这一个演唱会出来 然后让大家去看 所以也谢谢电视前的你 因为有你的支持在看着 然后我们东宇真的会可能办 第二场 第三场 第十场 第五场 就希望你们可以到场支持